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吐槽很久 即是大家按抖音的时候 经常都会按到一些游戏广告 大概按五条抖音 就会按到一条游戏广告 我每一次按到我都非常困惑 因为我真的不明白这些游戏广告 究竟在表达什么 最常见的那种游戏广告 就是有个大只佬在街上走走走走 然后就撿到球棒 接着就去打丧尸 打死丧尸之后就升级了 说真的,来到这里我还可以接受 但问题是 为什么一个大只佬进化了之后会变成丧尸 还要是女丧尸 现在的游戏这么高级吗 进化不单只会变种 还会变成丧 虽然进化成高级女丧尸 又有武器又有规格又有对异 好像很有型 但这个逻辑是不对的 那个大只佬是打死了一只丧尸 但他没有吃到一只丧尸 你以为这代是山海经吗 吃什么变什么 提到山海经 就不得不说 很多以山海经为题材的游戏广告 又是很神奇的 开局说你是神猪转世 然后不断吃 不断吃 吃成猪光聂 二兽绑排行前三 锁向无敌 然后就被雷踢死 但肩毛终于造成成一只小猪 接着你就投胎转世 变成了一只鞋 然后被狐狸变了 狐狸就会进化成 鞋亭峰 接着你再投胎转世 变成了一只鸡 然后再跟其他六只鸡合体 进化成 古巨鸡 成功登顶二兽绑第一名 真的要数太多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吐槽 而且 还有很多系列 就是还有很多奇珍二兽 说实际上的肩毛也挺有想象力 但是广告不用这么搞笑的 而且 你们可否统一一下 这个游戏究竟主打什么方向呢 一开始 还是养困的 后来就变成要吃饭了 现在又变成要敷蛋了 很混乱 还有 我每次推出山海经系列的游戏广告 游戏名字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下哪个好呢 最近 我有很常见的一种游戏广告就是 有个女生 在一间房间里面 然后要你帮手 按顺序拉拉环 如果顺序对 那这个女生就可以走到下一间房 如果顺序不对 那女生就有可能 电死 热死 冻死 或者遇到猥琐佬 说真的 这就是那些解密小游戏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都觉得没什么 直到后来我看到一个游戏广告 都是要拉拉环 然后拉错了 那女生就会掉到一间地下室里面 地下室里面 就有一只丧丝 丧丝和猥琐佬差不多 总之遇到就game over 接着 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面对着一只丧丝 那女生在惊慌之下 放了一只丧丝 接着 抽死了一只丧丝 我看到这一道当场猛虑 试问 又有哪一个人可以猜到这样的发展 丧丝 本身就已经中毒了 那女生放的丝 竟然可以抽死一只丧丝 这个丝真的要相当毒才行 这一道也不算是最神奇的地方 因为那女生放完丝 抽死了一只丧丝之后 她升级啊 她升级变成了高级女丧丝 即是又有武器又有规甲 又有队液好像很有型的 连个建墓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这个不是解密游戏吗 为什么又变成了求生游戏呢 虽然这些游戏广告做得十分奇霸 看多了我 甚至觉得有点搞笑 但其实坦白说 我也非常清楚 我们不会是这些游戏的核心玩家 这些广告 明显也不是做给我们看的 所以 还是麻烦豆油 不要再推这些游戏广告给我们看的 要么 你推荐一些对我们玩的游戏 要么 你让我们继续看小姐姐 不是 你让我们继续看小视频 好吗 今晚有月之一宜好看吗 如果觉得节目好看的话 记得把本期视频转发出去 支持我们